江洛儿这下是真的要哭了 眼睛飞红更加的不肯认错 我不 我凭什么道歉 他说是我找人抢的 有证据吗 有证据他拿出来啊 我大不了 去蹲监狱 江总气得是浑身发抖 杨起手一耳瓜子 就甩在了他的脸上 打得清脆作响 大声的呵斥道 我让你道歉 你听不懂人话 江洛儿一只手捂着脸 被打懵了 完全不敢相信 怕 中年男人别开眼 看都不看他 硬是把他扯到了 林安新的面前 你到底有没有做过 做了什么 回去我再问你 现在你给我道歉 好好地跟林小姐道歉 不然 从这个月开始 你的信用卡就别用了 他骂完了江洛儿 在一脸歉意地 对林安新说 林小姐 真是不好意思 是我叫女无方 害得她 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你放心 我回去 我回去会好好地问她 是谁在背后叫她的 她了解她的女儿 除了脾气大之外 做事根本就没脑子 今天这个情况 一看就是被人拿出来 当枪使唤了 本来 她也不用这么跟个女明星 低声下气 谁让她 现在有一个大把柄 捏在了司辰的手上 她要是不想让江家完蛋了 就只有是老老实实地窝着 江忠贺迄今为止 还是心有余悸 那件事情 她做得那么隐秘 她都不知道 司辰是从哪里拿到的证据 说句不好听的 她这几十年 在司圣药面前 都没有这么低声下气过 但是现在 面对一个 比自己小几十岁的青年 她居然有一种 摸不透的感觉 江忠贺都不敢 再去看司辰的眼睛 她现在很触 面前的男人 司辰既然给她打电话了 摆明了 就是要护着自己的女人 必须要让江洛尔 给她道歉 江忠贺深吸了一口气 再度严肃地 看向了江洛尔 态度强硬地道 洛尔 道歉 爸 江洛尔眼泪 在眼眶里面打转 差点就哭出来了 可是当着司辰的面 她又拉不下面子 真苦 别的脸色发红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特别是她的脸上 还印着五个鲜明的手指印 就更加的狼狈了 你要让我说几遍 道歉 最后两个字 江忠贺加重了语气 可见 她有多么的不耐烦 多么的生气 江洛尔在家里面横惯了 今天 还是她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爱打 她又惊又怒 偏偏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是万分憋屈地低下头 极度敷衍地跟灵安心说 对不起 她的声音跟蚊子叫似的 再加上她的飞快 让人听都听不清楚 她在说什么 司辰挑了一下桃花眼 她还没有开口呢 中年男人已经眉心一条 沉下脸 杨起手又是一耳光 扇在了江洛尔的脸上 这一耳光 用了十成的力道 打得江洛尔的脸一偏 叫了一声 我让你好好地 跟林小姐道歉 江洛尔的耳朵嗡嗡地响 她眼泪再也憋不住了 速速地流了下来 她拖着哭腔 对灵安心说 对不起 这一次 她没有再搞小动作了 老老实实地道了歉 中年男人 眉心还皱着 又郑重其事地 亲自对灵安心说 灵小姐 今天真的是对不起 我代我女儿向你道歉 你放心 这个事情不算完 我肯定会问清楚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 灵安心都没有搞懂 为什么对方会这么客气 正在想着要怎么回答 就听到 揽着她肩膀的男人 漠然地开口了 江总 就在这里问清楚吧 没有必要再回去再问 这 思辰桃花眼深邃 如同一汪深井 锁定着她 压迫感十足 我女朋友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现在江小姐不把话说清楚了 事后难免会有一些人拿出来去乱说 既然要问 那就在这里把话说清楚 江小姐 为什么会带着这么多人跑到这里来 斯蒂芬总裁 又为什么翘好就在这里 还有 为什么江小姐会拿着安心的耳环 立刻翻箱倒柜地说 安心也在这里面 江小姐 难道你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还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故意地带着这些人跑来这里 想要抓什么 斯蒂芬一脸尴尬地闪闪道 死少 这是一个误会 她知道林安心是斯蒂芬的女朋友 但是她以为 斯蒂芬就是和林安心玩玩而已 她在一次代言活动中见到过林安心 当时就明示暗示过 奈何 林安心明确地拒绝了她 她没有吃到醉 就一直惦记着 直到今天 有人跟她说 要把人免费地送到她的床上 白吃的午餐 谁不吃啊 结果她屁颠颠地跑过来 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人不说 还被自己的女儿给撞了一个正着 看这个样子 对方的计划算是玩脱了 更倒霉的是 她现在发现 斯蒂芬对林安心是认真的 这就尴尬了 她只是想要玩玩女明星 谁知道 这个女明星 还真的是私事国际未来继承人的女朋友 人家 还真准备结婚 啊 她这算是偷鸡不成 十把米啊 倒了血霉了 斯蒂芬好歹是在商场上 混了这么多年 她很清楚 怎么对自己最有利 所以她毫无心理负担地 就把她知道的事情的前因后果 率先当着众人的面 就跟斯蒂芬说了一遍 末了 她解释地说 我不知道林小姐是斯少的女朋友 我也不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我知道了 尽管我没有冒犯到林小姐 我还是想要跟林小姐道个歉 sorry 非常抱歉 今天太仓促了 我只能是口头上表达一下我的歉意 林小姐 改天我一定登门再次正式地道歉 她的达不留过话 假口生硬 但是诚恳的态度 却是给足了林安心面子 斯蒂芬没有再管她 挑了一下桃花眼 漆黑的毛子阴脂冰冷地落在了惊慌失措的江洛尔身上 你还有什么说的 江忠赫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真的敢给自己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立刻就黑着脸怒含 肯定是有人教你的 是不是 到底是谁 爸 江洛尔咬紧下唇 眼神闪躲求饶 可是江忠赫完全不理会她 态度强硬 说 人群里 安然心跳加速 全身的血液都要倒流了 她根本就没有想到 事情会完全偏离了 她的计划的轨道而发展 林安心根本就没有中招 还从下面大摇大摆的就走上来了 一来就打得江洛尔措手不及 江洛尔也是 愚蠢的被人家三言两语的 就掏出话来了 还有江董事 不是她最宠爱的女儿吗 今天为什么一点都不维护江洛尔 反而是处处给林安心面子 如何需要